廉價第三天人潮出樓 新一區影城下午時段 購票民眾排排排 春夏期間來到電影院 觀影人潮相當多 現在院線的夯片有捍衛任務是 龍與地下神等 而國片則是有做工的人電影版 不過今年兒童節 似乎沒有專屬給兒童的電影 關鍵就在若是向國外片商買片 檔期需統一難做更動 加上考量在暑假上檔 續航力或許更強 不過為了迎接超級瑪利歐兄弟 電影版5號上映 影城內一粒好拍照牆 桌邊吊飾飲料杯和報名花筒 也上架敘事待發 只是其他小小孩動畫 檔期得再等等 等了三年魔法精靈年底將回歸 主角波比小布關係昇華為情侶 第三集的重點將放在他們神秘的過去 小布和波比將展開拯救家人的旅程 仔細聽預告配樂會發現 導演將新好男孩 One Direction的男團音樂作改編 是其中一大彩蛋 另一部皮克斯動畫 元素方程是水火不相容的主角 小顏和水蒂 你則要學習相處的第一課 為什麼有人能告訴你 你能在你的生活什麼可以做 來吧 為什麼他們還會有這些 誰知道 集結古希臘 風土水火四大元素 學習探索自己城鎮以外的世界 有如動物方程式 和腦筋急轉彎的綜合版 星座吊足胃口 也期待帶給人心 激勵的魔花 TV 訓練笑名將話 日常洪一席 鄉文君 台北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